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细思恐惧短剧 还以为要死了的一起吃天食与恶魔 话说我们的男主大壮也是够可怜的 本来闹肚子满街狂找厕所 结果刚找到公厕就撞上了载主 载主追着他跑了好几条街 还好他跑得够快躲了起来逃过一劫 可眼下的他还在闹肚子呢 亲戚之下大壮只好朝身后那栋小别墅走去 大壮也平时小偷小摸混出来的经验 过程找到了房主的备用钥匙潜入屋内 解决完生理需求后 大壮看着屋内的豪华争修不禁感叹起来 安快地在屋内打了几个滚 竟在桌上发现了一塌钱 但大壮有罪心没贼胆 只敢偷偷拿一张想以此来翻本 想着没准就能还清所有债务 结果果然说得金光 晚上因为肚子实在是恶 趁着房主不在家 大壮又偷偷去拿钱了 结果发现桌上的钱竟变多了 大壮把心一横 决定将钱都拿走 没想到走得太急 无意间碰掉了相框 大壮将相框捡了起来 竟发现屋处长的和自己十分相似 大壮想着为什么同一张脸 却过着两种人生 有些生气 觉得这个世界十分不公 那算了 眼下自己得到这笔钱也算不错 而后大壮跑到一个小公园 开心地数着钱 不料却被人偷袭走到昏迷 当大壮醒来时 他躺在医院 而他发现自己的主事医生 眼镜男正是自己 偷窃的屋主 护士开玩笑打渠道 两人简直想亲兄弟 最后警察前来调查 大壮的遭遇 在回忆的过程中 大壮发现 袭击自己的正是眼镜男 而这时眼镜男刚好过来 打断了他们谈话 表示要给大壮 请求身体检查 走廊上只剩眼镜男和大壮 眼镜男却变了嘴脸 他表示自己家中安有监控 如果大壮说了一切 他偷窃的事情就会败露 在这而言 自己是医生 他是病患 自己想整死他的话 很容易遭受这番威胁 大壮只能将满多怒火 牙齿在心底 一个月后 大壮终于能出院了 护士在大壮身边连连夸赞 眼镜男是个天使一样的医生 让大壮心里怒火 而这时眼镜男也来到病房 吃走了护士 再次威胁了大壮 但眼镜男的钱包 竟落在了病房 大壮打开 发现眼镜男的身份证 银行卡都在里面 而更让人吃惊的是 银行卡密码也在当中 想着眼镜男对自己那邪恶的一面 在看见镜中 那张和眼镜男相似的脸 偷梁患者的想法 浮上了大壮的脑海 大壮尚承自己和眼镜男 相似的模样 又有了眼镜男的挣钱和钱 一番倒腾 成功将自己包装成了眼镜男 这晚 大壮去眼镜男 长去的一家夜总会 点了一堆美女做陪 尽管美女们察觉 眼镜男性格有些变化 但有钱赚 大家也没在意太多 正当大壮玩得高兴时 两名警察找上了大壮 询问他是否就是眼镜男 大壮角色扮演的正起劲 当场点头承认 两名警察对视眼 随即逮捕大壮 指控他两年前杀妻骗跑 大壮当起蒙圈 连连解释 但发现自己的身份证 就不见了 另一边的眼镜男 正在家扇指清空 原来一切都是眼镜男 设计的局 他两年前杀妻骗跑 而最近被警察盯上了 他本来还在哭闹 大壮却误打误撞 进了他的家 看着大壮那张脸 眼镜男的烦恼 一下清空了 就这样大壮被当成了眼镜男 成了凶手 而眼镜男 则用着大壮的身份 带着钱和美女 远走下围移了 不得不说 这大壮的确是典型的 给人卖了 还帮人赎钱了 从大壮的身上 炮哥坚信一件事 不要妄想这部老二货 天降红彩 没准是别人给你下的套 所以安分做人 本分做事 不贪不争 阿弥陀佛 以上就是本期老跑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跑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